香港面对的挑战 在很多方面是因为没有一个很好的指导 很多时候很多人就会很容易印一个字就是 Compostable 其实大家是不是真的Compostable呢 Compostable的意思是 是做成草原材料 和是完全无垃圾 是避免了这个指导 和那个指导在哪里 当然香港是一个自由的市场 所以有很多在市场或市场上 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市场信息 但是在Focus 在食物市场这个项目那里 是缺少了我们怎样去界定 哪些餐具是真的 今天很欢迎大家回到这一集 今集我们请到Vetchware香港的Managing Director 黄敏思思思来参与我们这个访问 Vetchware这间公司其实就在英国那里来的 他们是做一些用植物制造的餐具 就可以被化解成为一些厨余的工作 除了香港之外 也都在其他的国家也有他们的业务 包括美国、澳洲等等 我们等一下就会请他讲解一下 其实Vetchware它生产的产品有什么特别 以及可以怎样帮助到这个困境 Vetchware是一个英国的品牌 我们是推荐这个耐性的包装 这个意思是一次性的食物餐具包装 都是在我们的业务里面的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没有塑胶的成分在里面 还有我们的产品是设计和处理 一起去处理变成堆肥 这个意思是所有东西都可以放在一个盆栽培 一次过去辨计 然后它们就会变成堆肥 是一个循环的计划 我们希望可以在香港推荐到 因为香港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 很多东西我们都享有到 尤其是是很多不同的 国际的饭食物 但是那个取消是很厉害的用到 尤其是最近这两年 那个社交差距或是限制 餐厅他们会去用一些 takeout的一个包装 令到市民都可以享用到 那就是一定要用这个disposable 其实有很多的酒店等等 他们都是不想用索胶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那个产品其实都用得很多 你用完一次就扔 其实是真的很浪费 所以我们所有东西都是跟厨育 一起处理变成堆肥 那这个是很直立的一个recycling 在环保的世界里面 大家都很有心很想环保 很想再reuse自己带自己的杯 但是当我们出去真的要去买东西 或者你吃不完东西 你想拿走的时候 那我们怎样做呢 是需要用这些disposable去帮忙 例如好像之前 我们有很多taste of hong kong 或者一些wine and dine的活动 很多人都很希望用到我们的产品 因为之后他们可以去做 一个recycling的一个动作 还有我们都会有waste company 可以联系 希望开心之外 都不会生产太多的waste 是会有地方去处理 我觉得香港是一个很方便的城市 但是wasteage真的太多了 那我就想要做一个社企的一个business 希望是可以推荐到一个brand 和一些产品 可以给到大家环保之余 又提供一个很好的解决 我们怎样可以成功 减费 那时候就少少开始去推荐一下 接着越做就越有信心 因为原来很多餐厅 酒店 他们都是在找着这些包装 那时候有很多客人 就是在找着paper straw 我就胆粗粗去了中环有个cafe 就问我有这个很高品质 是完全可以和厨房一起处理的一个 他们那时候跟我说 他在找着这些包装 那时候就是这样去开始 其实那时候的心态 是没有想过 我要做很大的生意 我知道这个产品 我知道这个品牌 是很很简单的 还有我对这个品牌的 品牌和那个清晰 都很有信心 还有我们是很确定的 接着后来就有很多关系 原来很多人都在找着 只不过他们又不知道去哪里找 预了一个机会 是做那个自然的品牌 在那个牌那里 就结识了很多大的公司和餐厅 又对我们有兴趣 我想我们做的东西是很确定的 还有我们很努力 去做这个清晰的计划和计划 还有真是可以做到一个 零费的一个效果 所以慢慢我们的信心 和我们在做的东西是这样的 是这样去认识的 有挑战 都有一些令到自己很刺激的东西 比如大家很喜欢我们 我们是很清楚的一个供应链 都会变成第二个产品 当你看到第二个产品的产品 你不希望会看到 它有很多茄汁或者是豉油 所以之前的清晰 我们就应该把它清洁 以为不破坏那个清晰的流量 这是因为它由一个用过的产品 变成另一个产品 继续去用 而且它也会影响到 吸引了其他小动物 会影响到整个环境生态 还有卫生在那里 这个就是那个挑战 因为当中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它清洁 把它变回原本的房子 但是我们是和处理一起去处理 不需要清洁 所以是可以一次过 放在一个特别的盛装 去做吸引 然后去变成对肥 在教育那边 我们很开心 分享我们的知识 但是当然 放在那些盛装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 其实不用了 吃完所有东西 放在那里都可以了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当我们有心去盛装的时候 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但是我们都尽希望 在教育和资料分享那边 我们可以准备整个程序 让大家都知道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快捷的方法 令到大家知道 这个搭档的盛装 但是在Vegware 那么多年我们做下来的功课 到现在 甚至回收工资都承认我们 我觉得是开心的 是可以一个认识的一家公司 一个品牌公司 我都觉得我们都不错 希望可以多些人可以做到这件事 其实我们的东西都要在其他地方 运来香港 在香港 如果你说地区的产品 我们都很希望 我们可以做到缩短的 那个飲用 但是因为有很多的东西 去盛装大家不同的需要 所以不是一个厂 或者一个地方 是可以做到这件事 当然在很多方面 我们是一直去推荐 我们在推荐的这个想法 但是我们都要保持着 我们的质量和确实性 例如在我们开始到现在 我们都没有将一些价格 去交给我们的客人 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 多些的需求 反而是减少那个价格 令更多人 可以用到这些东西 令到它更加普遍 去年呢 我们就对我们产品的需求 是高了的 整个城市 后6時是没有进入了 其实大家那时候都在找很多方法 希望可以将整个晚餐搬到家 所以去年 我们的关系 跟我们的客人 我们的购买那边 我们都处理得好 其实因为是一个很近的 一个关系 跟我们的客人 还有当中他们都很配合 比如我们没有16盒子的一个盒 要22盒子可以嘛 其实那个距离 好像一盒维他奶 差别不是那么多 他们都会觉得是接受的 所以很快地 他们会要选择 今年大家很保守 还有今年的疫情比较严重 所以大家宁愿说 可能全部都要休息 那就比较静了一点 有没有什么样的 那么它就会比较静 Vangular是一个很清晰 很简直的一个品牌 而且它的所有的产品 全部都是棉花材 材料做的一个产品 我们有很大量的产品 有很多的选择 可以给客人去选择 而它所有东西 可以放在一个 放在一个清洗面 就能变成兑肥 所以這個是沒有其他的製造 我覺得這個是很整潔的一個 Waste to Zero 的一個 Single Use Disposable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好的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